高速公路 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高速公路跟東西向快速道路的整個交流道的附近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三節橋 那三節橋因為在整個橋整個頂道的下面 就會在大湖口溪這邊有發生了高層補足的部分 它確實會一直阻礙我們的通往斷面 一般我們的民眾還是希望能夠很直接的通行 就是我們在地的包括大培跟陡南的民眾 還是希望能夠很直接的通行 所以我們原則上是會把這個鄉道的部分做改道 那這個部分用便橋的方式來連結 那便橋的方式就是說它的標準可以不要那麼高 那只提供我們一般民眾而已 三節橋當然現在是橋墩這個比較低 比較低就會影響到我們排鴻的這個斷面 所以說每一次做水的時候 大家印象中都會來這裡看一下 因為這個液水出來的時候 都是因為這個橋樑的這個斷面不足 所以他們去的 所以地方長久以來都希望這個問題有辦法改觀 哇他們有辦法改觀 像是有的 有的 你們在增加